留下數字一種做法 那留下非數字 就是這種做法 其實做法很簡單 把這邊複製貼過來 改個名稱 頭尾改一下 然後把這個方向改一下 這個我想跟剛剛一樣 and改成偶爾 大於改成小於 小於改成大於 多一個等於 就是改完之後 其實就OK了 其實好像其他東西都不用改 那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把這邊給做出來 那你如果要留下非數字的話 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那個留下非數字這個函數 那一樣給一個原始資料 它會自動幫你留下 非數字部分的資料 向下填滿 OK 那這樣就全部完成了 做法上面差不多了 那另外還有延伸的練習 這個可能可以當成各位的回家作業吧 就是想想看 104體 所以你在範例檔裡面 打開那個104 它的這個裡面的東西 也就是數 英文跟非英文各有幾個 那特別注意就是你也可以階段性的 比如說 英文的部分呢 比較麻煩一點就是說 它會有大小寫的問題 那大小寫的問題該怎麼解決 其實你可以從ASCII Code這個圖表裡面看到 它一定是哪個區段呢 一定是 應該是什麼 大於64 小於什麼呢 小於到91 所以是91到64之間 有沒有 可是問題來了 它會有一個小寫 有沒有 小寫是96到103之間 那變成如果說你要判斷 你要變成判到兩次 所以一般性 習慣是這樣 不乾脆全部給它轉成大寫 不就乾脆全部轉成小寫 那就不會有大小寫的問題 所以這邊會多學一個 如何把你的那個字母 全部轉大寫 或轉小寫的這個函數 所以頂多是多一個 就是全部轉大寫 全部轉小寫 那全部轉大寫 全部轉小寫 這邊會多一個叫做Upper 這個Upper指的就是說 你多一個Upper 它就會怎樣 幫你把大寫 把小寫轉大寫 如果原來是大寫那就不變 那這樣的話呢 大寫就直接 反正以後的話 你就判斷什麼 就判斷那個英文大寫部分就好了 OK 那其他的話不用判斷 那再來的話 其他我想 判斷是不是在65跟90之間 那就可以知道說 它就是64 91嘛 就是65到90 這些都是英文 那判斷的方法 跟剛剛一樣 ifl 然後刮虎 扣 乘上這個 兩個 如果兩個都是為tru 都是1的話 那就會4 反之就是0 如果你要重複判斷 一樣嘛 就是你頂多就是 再加一個sum 如果你要正列的話 就是 ctrl shift加enter 你就算完了 其他應該沒什麼不一樣 頂多是多一個upper 其他好像沒什麼變 還有你要知道它的區間 64 這個是91 那這個數字你也不用10倍啦 因為在那個oskico編碼表裡面都有 我是看那個表做出來的 所以你以後如果說要其他區段也可以利用同樣的方法 那這個是那個正列的做法 所以這個給各位 反正做法一樣 104題 你把103的觀念放到這邊來就ok 頂多多一個upper 有沒有 opper 這個地方upper ok 然後 這邊有一個 那你可以 就是 將字串 轉為 大寫 ok 當然也有轉小寫 一個lower 一樣可以把它 所以你也可以不一定要用大寫 你可以全部轉小寫 可以啊 看你將來需要輸出的是大寫 還是小寫 如果輸出的全部都要變大寫 那你就全部轉大寫 但是如果你相反的用小寫 那你就用小寫的方式判斷 也可以 這個是用那個excel裡面的正列方式完成這個動作 但是同樣的 你也可以在旁邊多增加一個vba 那一樣用什麼asc 一樣用那個 那另外特別注意 在那個vba裡面的upper 它不叫upper 它換了一個名稱 叫u-case u-case u-case就是 把字母轉換成大寫的函數 所以vba跟excel裡面的函數名稱不一樣 但是作用一模一樣 ok 所以你用u-case 然後就可以把它轉換成大寫 那做出來的話當然喔 我們會希望能夠按一下它 它就會過來 按一下它 它就過來 另外的話也可以 再變成什麼 留下英文 留下非英文 留下非英文嘛 反正這個東西可以再同樣延伸出去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以後 你excel裡面的資料 如果剛好你會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去針對你要的資料去做 去做那個一個運算 ok 那這個是一個方法 不過第二個就是說 但是如果像你要留下什麼 不留下什麼 有時候它不是一個什麼 數字也不是一個英文 它有可能是 像之前就有同學問了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也 就是讓它想了很久 那這個跟它工作非常有關係 它如果想不出來 它就只能塗法煉鋼 那會非常恐怖的 為什麼 因為它就一定要一直加班 因為它一直在Ctrl C Ctrl V 但是如果它會的話呢 那它就可以早一點下班了 而且可以非常早下班 一下就做完了 那個問題是延伸性的問題 所以各位可以從雲端白板裡面 找一下那個 我放在雲端白板裡面 有一個範例 這個是在那個 也是同學在雲端白板裡面 會有一個其他補充範例 這邊 那其他補充範例裡面呢 就有一個同學在入門的 其他補充範例入門裡面 就有個同學問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它問題也非常好 也是切割自串的 在這裡 那裡面需要用到 除了MID之外 MID 也會需要用到Find 所以後面 當然下個禮拜我會講 有關Find部分的 尋找 很好用 你可以打開來看一下 一樣啦 它的問題大概是這樣 把它下載下來 我已經下載給各位看一下 它的那個 這樣子 它的範例類似像這樣 它的需要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地方本來是空 是沒有的喔 它就是 會 批次的從那個網路上去抓 那個網路上的資料 但是網路上的資料呢 它只需要什麼 超連結的部分 可能這麼多資料裡面呢 它只需要什麼 最後看到的就是 後面的那個 這個東西 在哪裡呢 它規則一定是一個大瓜糊 這個中瓜糊 頭尾 那它只需要 中瓜糊的頭 跟中瓜糊的尾 的中間那個部分 它如果沒有好方法 它只能怎麼樣 點兩下 選起來 Ctrl C 過去 Ctrl V 換下一個 但是它如果懂得用那個 什麼的 用那個Mid加Find 它就可以很快搞定了 那其實原理原則很簡單 Mid Mid是 從哪一個字 切幾個字嘛 對不對 那Find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找什麼 找這個頭 跟這個尾的位置 我只要頭跟尾知道的話 那我就知道說 我應該要從哪一個字開始 切到哪裡嘛 所以這個頭 當然你如果找到它 它並不是我要的位置 而是它在什麼 加1嘛 從這邊對不對 這個的話找到它 也不是最後 是尾巴 所以必須在怎樣 往前推一個 所以呢 基本上 你們回去可以試試看 因為時間的關係 大概開個頭 基本上就是 分兩個 兩個 第一個呢 我先用Find 先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 的位置 從A2那個儲存格裡面 然後去找 幫我找到它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我這邊用Find 先去找一下它的位置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給它這個 一般是開頭一個 有沒有這個 裝瓜糊 再一個小魚 然後再什麼 Within 你從這邊裡面去找 從哪個位置開始找 從第一個字開始找 從第一個字開始找 所以我就找到145 尾巴的位置在209 所以呢 我如果要切割 這個的話 我就一樣 用密的函數 做什麼呢 給它 然後呢 因為我STAR的LUMBER 記得不是找到那個位置 是找到那個加1嘛 對不對 然後我要找到哪裡呢 必須把什麼呢 找到的後面那個位置 是D2 D2的話呢 必須怎麼樣 先 因為也不是我最後的位置 因為我的位置 是在前面那個位置 因為它那個是後面那個 所以要 再往前移一個位置嘛 有沒有 後瓜糊的位置呢 我找到的是它在這裡 可是我不是要它 我是要它的前面的一個位置 是這個有沒有 所以變成-1 然後再減掉 減掉前面的這個位置 前面的 它前面的 剩下的就是我要的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按確定 就可以把什麼 把我要的這一串東西呢 給切出來 OK 所以切出來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最後 這邊 是不是最後看到 不過後面還有少一個 少一個小於 所以這個 因為它原來位置 扣掉前面 是不是這個-1不用 我看一下 如果-1不用 OK 應該 所以 等於是把那個 後面的位置 剪前面的位置 其實就是剩下的東西 這樣會比較好理解 那最後呢 你就直接 如果 你做完這個東西 向下填滿 那 當然你相對你的問題 全部都解決了 可是如果你不懂的話 這個可能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才可以搞定 但是問題還沒結束 我就做完了 我就 你的問題解決了 他後來跟我講說 老師可是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請看下方 1 這個沒問題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個沒問題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個 好像似乎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 這邊一個 這邊一個 有了 但是 後面 還有一個 那如果 一個以上怎麼辦呢 這就好問題了 所以超過一個以上 就用陣列了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在這個地方用陣列 有點頭痛 後來我就把它改寫成VBA 用VBA可不可以 可以完成這個事情 不過這個因為時間的關係 有興趣同學呢 可以回去 試試看 那這個題目是在 進階 等於是說 那個我們的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入門 自串切割的這個範例 然後 裡面有程式碼 程式碼 是我寫好用VBA的部分 如果有興趣同學 自己把它複製貼上 RUN一下應該都知道 其實也沒很困難 但是就是 需要一些招 如果你這些都會的話 那你工作應該會非常的得心應手 尤其是切自串 那這邊公式我也把它放上來 然後 VBA 切一部分 跟連續切 如果連續切 相對的會困難許多 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今天的話 這個是開個頭來 會講到FINE函數 那也許下個禮拜 在那個468的這個講義裡面 就會有那個有關什麼呢 今天是講到那個 有關Core 你往下找一下 這邊有很多有關FINE的函數 從147 一直到154 這邊都有 它有類似的 不過我們不可能全部講了 也許我們可以 找一些類似的 主要是讓各位了解 以後如果你要找 你的文字裡面 需要找的那個位置 再配合MID函數 你就可以把你要的東西 給切割出來了 或者你要找什麼 找某一個關鍵字 在這個儲存格裡面有沒有出現 有出現 你要做什麼 也許你的資料很多 我希望找到之後 自動幫我放在另外的工作表裡面 幫我丟過去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有點像是那個查詢功能 OK 這裡的話我想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可以試試看 我剛剛的那個 嚴任的範例也是同學的問題 然後 他剛好每天就在做這些事情 他如果不會這些方法 我看他真的會很頭痛 OK 但是如果他可以很快的 把這些事情解決掉的話 他才有辦法去做後續 他可能要去做一些網頁啦 做分析啦 做一些統計等等的 他如果不會 那就會有問題 OK 那這邊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就繼續講那個 有關Find函數 或者replace 或者search 等等相關的函數部分 當然最好你回去有時間 自己也可以先看一下